花八十万生五国混血女儿 叶海洋首次曝光伴侣身份 一细节戳破背后真相 她是最勇敢的女子 因为不想被婚姻中的琐事纷扰 扛住重压自己生孩子 五年前她花费重金生下第一个女儿 五年后她重走之前的路 再次生下二胎女儿 从叶海洋经常晒出的照片可以看出 这两个宝宝都很健康也很有爱 就算没有父亲也依旧很幸福 可就是这种勇敢的行为 却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围攻 大家纷纷斥责叶海洋这种屈服留子的做法 是剥夺了孩子享受父爱的权利 还间接给孩子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可面对网友们的质疑 叶海洋却很坦荡 他表示自己生孩子 并没有掏扰到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 管别人说什么干嘛 而近日有网友偶遇了叶海洋 带着孩子出游的画面 只见视频中的叶海洋 正陪着女儿在深圳游玩 只是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叶海洋并没有在一旁敷衍地玩手机 反而很认真地和女儿一起玩游戏 就在网友对叶海洋这种行为感到温馨时 一旁的女子却引起了网友的注意 大家纷纷猜测这名女子与叶海洋是什么关系 而叶海洋下意识地举动却暴露了关键信息 叶海洋陪女儿游玩 因和同游女子举止亲密引热议 还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叶海洋的无名纸上戴着一枚戒指 难道说叶海洋已经有了伴侣 就在网友对此议论纷纷时 有知情人士爆出关键信息 他表示叶海洋手上戴着的戒指是没情侣戒 是和伴侣一人一个的 而那个人就是与叶海洋同游的女子 不仅如此 叶海洋和伴侣的手上还有相同的标志 此言论一出立马引起网友的热议 虽然偶遇叶海洋的人并没有做出回应 但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 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有网友认为叶海洋的行为是对伴侣的不负责 他自己享受了做母亲的乐趣 却剥夺了另一个女生做母亲的权利 但也有人持反对意见 觉得叶海洋敢爱敢恨 不拘你与世俗的眼光 给女性做了个前所未有的典范 也告诉大家这个世界并不是非要结婚 只要自己足够强大一样你能幸福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外人说再多也没什么用 不得不说 叶海洋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 如果我像他一样强大 或许我也会像他这样选择 毕竟现在很多丧偶式家庭 都是靠着女人一个人称的 相比于婚姻 我更希望仰仗自己 你觉得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